坊间有些人不太像香港发生甚至有些专业学会 竟然说现在方仓医院可拿来做简单公屋, 第一,启德唯一一个现在可以有条件做一个中转房的地方 已经入了火,学会不知道, 而竹高湾本身是拿来做疫情,不可以这样用, 只剩一个荣一或未拆的方仓是河套区,河套区在交通方面未行, 而且深圳之间无边境,有个路迫到深圳, 所以暂时不可以拿来做住宅区住,要管理, 而其他,你说之前新田起了,在青衣都起了方仓, 其实已经拆了,这些专业学会有一个很大的弊端, 他在香港仍然生活着,还在专业学会, 但竟然不知道香港实际情况,这真的很抵打。 另一方面,简约的公屋是甚麽呢? 简约公屋其实不是方仓,方仓只是一个过渡, 如果是永久性的方仓,方仓都有两种, 如果是新田或青衣的方仓是临时屋, 全部拆掉了,如果是永久标准设计, 就可能折损了少许的要求, 类似足高湾,类似启德和类似河套区, 那三个都未拆掉,但其实, 我想选择的房屋并不是起标准, 因为它是想起到十层高,为什麽呢? 这是土地的用途问题, 我们本身香港缺乏土地去兴建房屋, 如果你要兴建三万个房屋单位, 如果房屋单位只建十层高, 你要成一百公顷,一百三十公顷土地, 才可以建三万个房屋, 如果香港拿了一百到一百三十公顷土地出来, 本能已不够地, 你还要在现在很难找到地出来, 再拨一百至一百三十公顷土地出来, 建这些简约房屋, 变成会令到永久三十层高的公屋建不够, 你看同一块地, 建十层高的简约房屋, 和建三十层高的公屋, 差三倍单位, 即是如果你现在用一百公顷土地, 建三万个简约房屋, 其实如果你拿来, 给多一年半至两年时间, 给它建永久的公屋, 其实一年半至两年时间多了, 但同一块土地上可以建三倍单位, 建成九万单位出来, 所以这个可以见到, 李家超现在所谓的简约房屋, 我不知道它持续性会多久, 因为很快就会发觉这个多余, 而且这个只是短时间, 可以将公屋的轮后策美化, 但因为进去住的人, 只是大概住五年, 在五年之后, 他要离开这个简约房屋, 让新的人进去, 如果五年内, 这个家庭没有脱离公屋行列, 他仍然要住公屋的话, 其实要给长远永久的公屋, 给他住, 如果给不到, 公屋楼楼策的顾数, 和轮后时间又会升回, 即是说, 这个简约公屋, 只能够在短时间内, 可能只有第二年, 即是现在开始的第二年, 到第五年到第六年, 是美化了公屋楼楼策, 但长远来说, 过了这个period, 这个公屋楼楼策又会打回原型, 除非在这段期间, 可以建多些公屋供应, 如果这五年期间, 李家超能力建多些公屋供应, 根本不需要类似中转房的一个简约公屋, 因为简约公屋只看大概由二至六年, 即是现在开始第二年至第六年, 是美化数据, 其实我们不用美化数据, 这是现实, 是事实上做不到, 不如用土地, 用一百公顷土地, 建三十多层高的公屋, 给三倍单位出来好过, 两年多后, 即是现在建的三年, 我们大概可以供应多些房屋出来, 令大家可以在公屋楼策上有改善, 就是现在究竟要化妆美化, 美化这件事, 还是要实在点, 实际点,真实点, 我们痛定思痛去解决房问题呢? 现在李家超就要面对这个抉择, 所以现在暂时的司机报告虽然有这样的建议, 甚至一年之内, 就会一千个房屋供应出来, 三万个房屋一年之内供应一千个, 就是用一些货柜搭出来, 类似可能西九龙法院后面那些, 但这些没什么意思, 我相信很快它就会醒, 就发觉根本没什么意思, 因为短期短时间之内美化数据不是长远, 解决不了, 为什么呢?如果建一栋公屋要三年, 三十多层高, 现在建一些简约公屋希望快些, 其实怎都要两年十八个月到两年时间, 你建十层高都要这样时间, 其实差一年时间, 但单位数量同一块土地上比少三分二单位, 这对于房屋供应来说不是一个好策略, 而且你计一计, 我们就计一计, 现在公屋大约二千万一尺左右, 简约公屋可能千百万一尺, 即九折左右, 接着我们看一看, 现在它是十至三十平方米, 即110尺至330尺, 中间数是220尺, 再乘一千八万一尺, 即是每一个简约公屋单位平均四十万港元, 如果四十万港元乘起三万个, 它就用一百一十八亿, 即120亿左右, 120亿我们马上拿数计一计, 八万千万亿十亿八亿, 八万千万亿十亿八亿, 120亿这个数字, 我们如果不拿来建一些简约公屋, 即我们不拿土地出来, 浪费了一些永久公屋的土地, 拿来建简约公屋, 我们跟着也不浪费年半至两年时间, 建简约公屋, 我其实有一个方法, 是即刻跟香港发展商, 在它未卖单位前, 做长租的单位, 如果平均赤租, 当是四十五元, 它租到大约二亿六千万平方尺, 而六十八亿每一个家庭, 如果平均三百平方尺, 它租到八十八万单位, 如果这个period是五年的话, 即是除六十个月, 即租一万四千八百单位, 即是说李家超用一百二十亿出来, 其实它用四十五元尺租租, 它可以拿到一万五千单位在手, 去即刻被公屋隆有策的人暂住, 其实一样去道理, 但它即刻可以住, 而且还可以减免了, 现在发展商的单位卖不出, 和单位可能要平价推出市场, 这麽尴尬的情况, 如果发展商, 我们不是要屈咒一定要浪高楼价, 不是这意思, 但如果发展商受罪, 我们03、04年,07、08年我们试过, 当大家族发展商面对它自己生意问题, 全港都萧条, 无一个行业可以生存, 我们是否想叫它这样, 现在已很惨, 如果连发展商稍为它们可以生存的都搞死它, 全香港就无限, 所以我认为李家超应该反过头想, 应该将它要用这一百二十亿, 去摆在现在发展商建的私人物业市场, 买它租它一万多个单位出来, 以后翻身它也好, 等它在市场给一些公屋隆的策人住, 虽然都是短暂, 但最少我们无拿了现在一百公顷土地出来, 是从公屋, 居屋的sector, 拿了一百公顷土地出来, 建一些古灵精怪, 牛头不搭马嘴, 四笔像的一些简约公屋出来, 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好的方法。